剛剛落幕的歐國會 今天傳出來說 歐巴馬是不是被打了一巴掌 自己都不知道啊 他們不是有舉辦國宴嗎 然後包括像成龍啊 還有這個溜冰的這個觀影山啊 大陸的鋼琴家都有受邀 那麼國宴上面呢 鋼琴家朗朗就彈奏了一首歌曲 叫做我的祖國 歐巴馬還熱情鼓掌 但是知情人的人都知道 這是大陸最有名的一首反美歌曲啊 排公國宴上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 以及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 所有人都陶醉在朗朗優美的情深中 平時實際我在許演的時候 就經常彈那首曲 我覺得也是作為一個中文人 感到彈 尤其彈這首曲的時候 能讓我們覺得特別自豪 當時我確實 彈完以後我感覺 就是說在場的人都很感動 胡錦濤就是說 也是他今天非常高興和耳朗演奏 在美麗的旋律下 難道隱藏了中國修住美國的政治意圖嗎 因為朗朗演奏的這首我的祖國 在大陸是最著名的反美歌曲 說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他的妖 歐麗的笑 歌詞中的豺狼指的就是美國 這是大陸電影《上甘嶺戰役》的主題曲 一出描述韓戰後期死傷最慘烈的戰役 也是大陸抗美援朝勝利的象徵 華爾街日報就以 朗朗擺了白宮一道麻為題 認為朗朗在白宮內演奏這首極具諷刺意味的歌曲 就連一些中美合作友好的網站也是議論紛紛 不少人認為這並不是一個意外 《紐約時報》則以鋼琴政治為標題 但卻認為朗朗也許是無心的 歐虎會雖然已經落幕 但朗朗的自選曲卻留下了更多弦怪之音 中天新聞白慶瑜綜合報導 出獎 出獲得 出獲得 谢谢大家